好 那么 大家为什么我说 人一定要这样压缩 动 旋转 螺旋去压缩 因为你压缩的时候 它会把这个肌腱的营养送进每一个关节腔里面 让每一个卵骨都能够得到充分的营养 而且一定不能有乳酸 假如你举重快速度或拉筋的话 拉筋的时候是拉肌腱 了解吗 你看这个脚把它拉上来 这后面的肌腱 肌腱是在拉斩关节的 是在拉斩关节 靠肌腱 因为肌腱连结在骨头上 所以说当你在拉它的时候 它是肌腱骨头旁边的那个肌肉纤维 最密的那个肌腱被大量的拉斩 是那个地方 它会快速的制造很多的酸 所以你看你一拉是不是很酸 是不是很酸 那就乳酸 那马上这些乳酸会跑到关节腔里面去 变成毒素 酸在关节里面就叫毒 这样了解吗 然后长期这样怎么样 你的卵组织概化 所有的舞者啦 瑜伽到最后都会 那个卵组织都会怎样 它很 那概化而产生断裂 产生断裂 卵骨断裂 懂吗 要去开刀取卵骨 很多的舞者到最后都是这样的 但是这些运动很专业的东西 没有人会去想 没有人会去讲 懂吗 所以说大家不要拉筋好不好 肌肉是伸展跟收缩而已 好不好 伸展收缩 伸展收缩 它是这样的法则是叫做正常运动 叫正常规矩的 规矩的 好所以你只要伸展收缩 一定要伸展收缩 那那个伸展收缩一定是动态的 一定是动态的 但是这样就要这样 这叫休息跟延伸 所以你假如这样一直伸 会不会知道乳酸 四同拉筋 了解吗 所以说它一定是动态的 明白吗 动态的旋转压缩关节 让组织液进到关节腔 当它一放松的时候 关节腔的液体 就会进入静脉 到组织间隙 或静脉或淋巴去 了解吗 它叫做代谢 这叫做代谢 所以说我们要长期的 这样伸展收缩 动态的压缩它 这种压缩最大的效果是什么 螺旋是运动 螺旋 而不是直来直往 这样明白吗 这一螺旋关节腔的运动空间 会很深而很大 全身只要有关节的地方 都可以螺旋 都可以螺旋 这个这样有没有问题 我们先把这个大原则 记住以后 我教你的动作 你去做 就要在这个原则底下 好不好 你就 可以 没有任何副作用的压力 好不好 所以说这个韧带 关节腔 大家一定要知道这个很基本的关键性知识 然后我们要运动 要增加肌耐力 全身的肌肉很多 要增加肌耐力 最重要的是什么 我们这个 颈椎后面这块斜方肌 这块肌肉 颈椎后面这块斜方肌 因为我们有很多人 因为长期工作 年纪大了 他这个颈椎都退化了 因为长期腐按工作 特别现在电脑组 这一条肌肉 斜方肌 一定要 这条肌肉弹性一定要够 不是僵硬 不是强壮 是弹性 这个弹性重要的就是 肌肉里面不能缺氧 很简单 肌肉里面的能量一定要够 不能缺氧 不能硬化 不能硬掉 所以就要长期做 这样的这里的运动 肌肉 然后这个 还有我们很重要的腹部的 腹部有腹直肌 跟腹内斜肌 跟腹外斜肌 往外连结的 腹部内部往外接的 就是外斜肌 往内 脊椎中央接的 就是腹内斜肌 好不好 它是很好分 这三条肌肉很重要 直肌 内斜 外斜肌 这三条肌肉 攸关 攸关一个人 腰椎骨盆的问题 因为这条 这些肌肉会 连结到哪里去 会接到骨盆去 接到脊椎去 好 所以说这肌肉 它直接影响到你的骨盆腔 这骨盆腔直接影响到你的两腿的角度 跟脊椎的功能 腰椎的受力功能 好不好 所以这些角度结构性 你没有动对那个肌肉 动对动作 你就动不到 必须要动对动作 你才动得到那个肌肉 动错动作 你就 有时候更严重 你知道吗 有些很多肌肉 很多地方 你越动越糟糕 越动越糟糕 动对了 它就是腹健 动错了 就是工作 了解吗 工作退化 动对了就是腹健 好不好 所以说这个肌肉 你看腹脂肌 腹斜肌 这个你看腹外斜肌 腹内斜肌 我们看它的结构 然后再来 臀大肌 这块臀大肌 我们要大家练的 就是这几块肌肉 好 那最后 一个人肌肉 最重要的一片肌肉是什么 舌头 舌头 那我要告诉大家 这个舌头的很重要 这舌头就是 攸关你的老人痴呆 的问题 这舌头这一块 是人类最骄傲的 一块眼镜的肌肉 人类就是这块肌肉 眼镜到这么成功 所以人类会说话 原始人是 你知道吗 这块舌头 因为它眼镜了 你知道这舌头 舌头的根部是舌骨 有没有 看到那个图有没有 它根部那边是舌骨 有没有 右下方那里 这块舌骨 你知道 这块舌头 假如没有力量 这块舌骨 退化 退化 舌头没力量 舌骨会退化 它退化以后 舌骨一压下来 注意看它的位置 会压错到哪里 你的呼吸道气管 所以说很多呼吸中止症 是这块舌头没力量引起的 呼吸中止症 所以它会压到你的 所以你睡觉会这样 有没有 断气有没有 那种 那个就是这块舌头没力量 那你长期假如说 这个舌骨没力量 然后它一直压迫到这个呼吸道 所以它会缺氧 缺氧的时候会这样 造成脑 脑长期的缺氧 就像你 我叫你不要做无氧运动一样 缺氧 大脑 大脑缺氧 大脑缺氧 你就会病变 就很容易 所以说这块舌骨压缩到这个 长期人家都在睡觉当中 你在缺氧 你不知道 所以这个舌头是通心的 舌头 它是通全身的脉力 全身的脉力 从百汇 我们的经脉里面 百汇到永泉 整个贯穿 都在舌头的作用中 这块舌头 我告诉大家 我教你 最后教你 这个 我们先从这个秘诀教大家做 好不好 做着做就可以了 不用站起来 这舌头 你要做三个动作 你每天只要用五分钟 五分钟可不可以 大家一定要用五分钟好不好 做了以后就教你的邻居 叫你的家人 第一个叫做在过去单道文化里面 气功里面 他叫做赤龙 赤龙就是舌头 青赤黄白黑的赤龙 龙虎的龙 赤龙出洞 赤龙出洞就是舌头 对就这样 伸 把嘴巴打开 伸出来 赤龙出洞 是这样 嘴巴打开 把眼睛闭起来 这样 眼睛 你看 眼睛闭起来 把整个脸的肌肉拉开 伸到你最长的 不要怕人家 骂你 对对对 伸到最长的 眼睛扎紧 这样整个脸部肌肉运动 然后 平的 平的 对你问得很好 问得很好 平的 舌头平伸 好不好 平伸 因为我们要拉出来 把那个舌骨 这个力量拉出来 然后 来哦 往后伸 往后缩进去 就像肌肉伸缩一样 缩进去 把舌头整个缩进去 里面 好不好 会不会 那缩进去里面了 以后要怎样 眼睛张开 好不好 你看 做久了就习惯了 好不好 每天做这个 这一招 第一个动作叫做 舌头的运动 第一个运动叫做 赤龙什么 对 出动 出动 伸缩 越用力越好 让这个舌头有力量 舌头越有力量 对 往平伸 这样做 没关系 躲在家里坐 没人看 所以说 为什么叫你 舌头伸出去的时候 把眼睛闭起来 不要看人家 没有 这个让 所有的脸部的肌肉 运动 因为这个脸部的肌肉 会动到哪里 知道吗 我要动到你的鼻腔 我等一下再说 我等一下再说 再补充这个 为什么要这样做 我们先教完 第二个动作是 赤龙搅海 这赤龙搅动 海就是口腔 口腔里面 里面 搅动口腔三分钟 你搅动口腔的时候 你搅动口腔的时候 会产生很多的经历 对不对 这个经历 是不是要吐掉啊 不是 要吞进去 好不好 吞进去 这叫赤龙搅海 海 所以说这样搅 顺顺向 逆向这样搅 三分钟 会不会 是不是搅了 是不是口水增加了 这口水 以前我们 在 这里面叫做精华 就是口的精华 这叫精液 很重要的 吞进去 它会固皮味 它是一个固皮味 里面有很多的 我们这搅出来的 的精液 它会 里面有很多的 微量元素 它会顾我们的皮味 消化系统 会顾我们的皮味 消化系统 所以胃不好 胃酸 你只要常常搅 你就会发现 胃酸啊 什么都会好 那这个 第三个动作 第三个动作 叫做 你知道中 有练过 什么拳 什么功 的举手 随便 一定有 对不对 没有 那么少 有没有听过 舌底善额 大家上鹊桥 大家上鹊桥 舌底善额 舌底善额 大家都以为是说 舌尖抵住善额 就这样 对不对 其实 在中国的运动学里面 练功 武术 等等 运动学里面 最重要的 舌底善额 其实是告诉你说 舌头要经常去 底善额 用力 听到吗 要这样 要怎么抵哦 舌尖 舌头 有舌尖 对不对 还有舌头的中间 有没有 舌头前头 中间 还有舌根 对不对 里面 对不对 这三个 舌头分三个部分 从舌尖 底上去 用力 在舌的中间 往上贴 在舌根 再往上贴 所以它会变成 后面 头项会变成这样 这个在 令太极拳 就是头顶拳 收下巴 所以它会这样抵 这样坐 这样坐 三分钟 做到那支吹鸡 会很酸 这样 了解我意思吗 是舌头这样练习 你一定要这样练习 这样 这是一片舌头 好不好 舌尖 舌中间 舌根 舌根底上去 刚好底到你上扁条线 有没有 上咽喉扁条线那里 有没有 舌根 下面就是舌骨了